蓝宇之歌 清泉故事 作者 美 丁清松 译者 三毛 清泉故事 两个山地人 清泉曾接待过不少访客 他们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教堂过一个周末就走了 其中的一位是那么的喜欢我们这个地方 因此他住了好几个星期 这就是莱莎 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男孩 莱莎瘦瘦的 只有21岁 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黄发和一把参丝不齐的胡子 过去一年 他一直在台北学中文 在给我的一封信当中 他曾提到他发现台北好无聊 想到山上来交几个朋友 对任何一个想到山上来的人而言 听起来这都像是最有可能的理由 所以我热烈地欢迎他 莱莎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害羞 但他对人极有兴趣 和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他随身携带了一本小笔记簿 到了傍晚 他已挤满了好几页的泰雅话 孩子们一直把自己的语言交给他 每天早上 莱莎都和我们在一起 他会先问我是否有什么事愿意让他做的 尽管没有什么特殊才能 他却喜爱在教堂附近打打杂 做些小事 如果教堂里没事可做 莱莎就说他要出去 到村子里去交几个朋友 莱莎所交的朋友 有老也有小的 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 对谁都很尊重 泰雅族人立刻喜欢上他 开始邀他到家里去 有些人甚至邀他一起到山里去工作 莱莎和一家人一起到山里割了好几天草 回来时 为他所赚到的那笔工钱欣喜若狂 可是他却失去了他的门牙 你的牙齿是怎么了 我问他你是摔跤了 还是被什么东西打到了 都不是 莱莎回答当时我正在吃一个烤蕃薯 我想他大概有点硬 我的牙齿便夹在番薯里掉出来了 蛮好看的 我说 使你显得更粗也 我想我暂时不会去修理他 你觉得这样会让我看起来更像个山地人吗 莱莎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个山地人 一个星期天早晨 当莱莎出去交更多朋友时 我坐在教堂屋顶的墙上看书 虽然犹帕士警告过我 如果我在这上面睡着了 我就会从墙边掉下去 活活给摔死 但这仍是我最爱的地方之一 因此之故 不论何时 只要我坐在墙上 我一定让自己看一本书 以保持清醒 清晨 稳住这危险的姿势 我可以看着太阳翻过耸立在河对岸的山头 缓缓升起 阳光会追逐黎明的阴影 将它们赶过河 爬进山背面去 但是 在这个特别的早晨 一只清泉的巨虫降落在我头上 我赶紧四下挥舞我的手 把这侵入者赶走 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 却把我的眼镜和书扫掉了 它们全都翻到墙下去 讨厌的昆虫 我嘟囔着 一面跌跌撞撞的跑到一楼 冲出教堂的后门 我发现我的书瓶躺在地上 可是我的眼镜却怎么也找不着 悬崖那边长了几棵树的地方 有一片阴暗处 我想 或许我的眼镜就掉在那个黑漆漆的地方 小心翼翼的 我爬进那丛小树 找寻我的眼镜 我逐渐向下移一些 想找一棵树抓住 哎呀 我爬得太低了 这儿没有半棵树 也没有半点土地 原来我已来到山的尽头 正往下栽呢 由这儿到崖壁下面的马路 起码有一百公尺 我只觉自己往下掉 当我滑动着羽崖壁成一角度时 刚开始速度还慢慢的 等我完全垂直地下坠时 速度立刻加快 我第一个念头是 真好玩 有点像在飞 第二个念头是 很危险呢 最后一个念头是 这样可能会完蛋 我好像下坠了好长一段时间 渐渐地 我对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感到好奇起来 我会冲进黑暗里吗 我会像看电影一样 看着我的生命自眼前离去 最重要的是 我会找到我的眼镜吗 在我碰到地面之前 牙壁竟然慈悲地突出一块 挡住了我的坠落 极为不雅地 我降落在一大堆树叶和垃圾中 腰部以下全部陷在这堆脏物里 等我把自己从垃圾中挖出 我站起来 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受什么伤 不过 我的衬衫和裤子全都因坠落而扯得破破烂烂 沾满了血迹 我抬起头 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掉下来的 当我看到那距离有多远时 我开始想土 都是为了那副眼镜 我气得大吼 我一定要把它找到 它会不会跟我一起滚下来呢 等我的头不再昏炫 身体也恢复平衡后 我在脚边松散的叶子中到处挖掘 在短短几秒钟内 我就找到了我的眼镜 其中一个镜矿是空的 可是在树叶中继续搜刮了几分钟后 我也找到了那块失落的镜片 虽然我的腿还有些不稳 我以开砍心心地里里周身破碎的衣服 找寻一条通往山上的路 回教堂去 当我抵达教堂时 为了上教堂全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天主教徒们 刚刚要去做弥撒 我不知道当他们看见自己的教区神父穿着破衣服 浑身都是垃圾时 会怎么想 当我到达时 莱莎正站在教堂旁边 她注视着我 笑了起来 露出她那颗缺掉的牙 你怎么了 她问我 你看起来像是刚打了一场架 我刚刚掉下山去 我回答 找我的眼镜 找到了吗 是的 你的衣服这样看起来蛮好的 莱莎直指我身上几条残余的衬衫碎片 使你看起来显得更粗也 那么我想我暂时不要换掉他们 你觉得这样会使我看起来更像山地人吗 我想我们两个都是山地人 少了一颗牙的莱莎和穿着破衣服的我 一起坐在地上 哈哈大笑高兴能活着 高兴能成为朋友 更高兴自己是山地世界的一分子 好 啊